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5日报道 日前 俄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甲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 展示了表明不恰事件戏百拍的相关证据 包括不恰事市长只字未提死者的视频 聂边甲称 俄国防部长3月30日宣布俄武装力量撤出不恰等一系列地区 不恰事市长阿纳托利·费多鲁克3月31日发布视频证实了此事 认为这是乌克兰军队的胜利 值得关注的是 这名市长没有提及任何大规模暴行 死者遗体谋杀或诸如此类的信息 聂边甲表示 难以想象 不恰事市长会忘记提这种破坏性场景 聂边甲还展示了乌克兰国民警卫队4月2日在不恰事拍摄的视频 画面中的街头未见死者 聂边甲强调 不恰街头躺尸视频是在4月3日发布的 破绽百出 市民恍恍的谎言 报道指出 乌克兰媒体4月3日公布了一系列不恰事平民死亡的视频和图片 乌方指责俄军对这些平民犯下了暴行 俄罗斯国防部随后回应并发表声明 否认乌方对俄指责 俄国防部认为 这些来自不恰事的照片和视频都是乌克兰政府为西方媒体导演的 是乌克兰政府的又一次挑衅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 不恰事件发酵后 俄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就是件举行会议 但遭轮值主席国英国拒绝 当地时间4月4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乌克兰危机联络小组见面时表示 俄罗斯第二次尝试要求救乌克兰不恰事件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但没有取得成功 拉夫罗夫表示 俄罗斯坚持认为 所有关于乌克兰事件的指责应当基于基本的事实 而不是像西方那样造假